大家好,歡迎來到我們日更頻道的今集繼續同大家更新香港方面的疫情最新資訊 根據香港媒體報導,香港社區出現源頭不明的感染個案, 亦有國泰基組人員在感染病毒後造成三代傳播, 政府專家顧問港大微生物學系講座教授袁國勇說, 根據他了解,還有其他源頭不明的個案有待公佈, 這部份顯示香港社區可能已有隱形傳播鏈, 技術上第五波疫情已開始,呼籲市民停止大型聚會, 亦提到如果社區源頭不明個案持續增加, 政府相會考慮停貨及縮短食肆堂食時間, 香港出現首單帶有Omicron變種病毒源頭不明初步確診個案後, 一名42歲男患者居住在屯門翠玲花園。 香港醫學會傳染病顧問委員會聯席主席說, Omicron傳染力高,患者病症輕微,亦難以發現, 如果在其他地區再出現源頭不明個案, 亦可肯定香港進入第五波疫情。 港大醫學院院長政府專家顧問說, 香港已出現三代傳播, 除了望月流群組外, 存在至少兩條額外傳播鏈, 預計社區已有5至10條隱形傳播鏈, 因為政府需要在24小時內收緊社交距離措施, 盡快找出所有密切符者, 防止疫情在社會繼續傳播。 而另外衛生防護中心亦在深夜出稿, 說香港有一名43歲外傭初步確診, 上個月31日在維園及銅鑼灣社區中心跳舞, 有機會變成維港跳舞群組。 他僱主連同8位朋友都在之前登上郵輪海洋江譜號, 雖然9個人檢測都是陰性, 但船上採樣亦未必專業, 亦有可能會出現假陰性情況, 到時下船後再轉陽性一樣會令人擔心。 而這個Omicron的傳播力都很強, 每一名患者可感染6至10人, 現在這樣看有機會出現大規模爆發。 港大學院院長梁卓偉說, 如果疫情可在2個星期內受控, 社交距離措施可再次放寬。 如果政府不果斷採取行動的話, 第五波疫情失控後, 最少要3至6個月才可以全面再受控。 上邊就是香港方面的疫情絕新資訊, 那班專家都出來說說話。 現在已經不是打不打疫苗問題了, 就是有機會出現大爆發。 大家都說得很隱悔, 其實是不是已經第五波呢? 我想各位市民或各位聽眾都已經心裡有數了。 今集我們就跟大家睇到這裏先吧, 大家如果有些什麼想說的話, 就記得在下面留言吧。 還有啊, 記得訂閱我們頻道和給個like我們條片, 我們就下集再見吧, 拜拜!